大家好,在前面的几个课中呢,大家应该已经初步了解了探索型数据分析所可以做的哪些角度对我们的已有的数据集进行一定的探索 今天的课上呢,我会开始简单的介绍一些统计学上面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包括在数据分析里,我们需要去给它分清楚的一些概念 这些东西呢,可能跟我们的编程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对于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解释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分析结果还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呢,我会讲几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总体,一个是采样 另外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之前提到过的在我们画的这种条形图啊 或者点图啊,里面会出现的一个arrowbar,也就是误差,它究竟有哪些计算的方法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总体,以及什么是样子 总体的话,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一个对象的全体 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想研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 那我们在这边研究的总体就是所有的中国人 然后呢,我这边很显然,如果我们想把所有的中国人拿过来测量他们的身高 是非常不现实的,那我们怎样去了解这一点呢 我们通常就要采取一个叫采样的方法 就是从这个总体中间去抽取一定的样本 在这里呢,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采样 我们需要这个采样是充分的随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给出了一个大概的全体和一个样本的一个例子 这边橙色的一些点,我们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总体 就所有这些蓝点中间的一些随机的一些采样 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析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一个全体的一个信息的 比如说我们想研究全世界的人呢,或者全中国的人 甚至即使我们想研究全校的学生呢 比如说身高,或者说他的一个心理的状况 我们往往也只能通过随机的找一些同学过来进行一个采访或者一个测试 所以说呢,总体和样本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关系 总体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对象的全体 但往往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全体的中的所有的个体都拿过来进行研究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一定的采样 再回到我们刚刚在上一节中用到的那个鸢尾花也就是Iris的那个数据集 那个数据集中有150朵花的一个花瓣 花鳄的一个长度宽度的信息 很显然这150朵花也只是一个总体 就是所有的一个鸢尾花Iris中间的一个采样 当然你说这个采样它究竟是不是纯随机的呢 这边我们因为只是拿到了它最终的这150个数据 我们并不知道它的这个采样的过程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它的这150朵花一定是一个随机的采样 或许它只是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某一个校园里边找到了这么150朵花做了测量 当然它也许也通过了一些更好的方法尽量去做到这个随机这一点 那如果一旦我们的采样没有能够做到比较好的随机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问题称作一个采样的偏差 比如说现在我们想研究全世界的人的一个身高 结果我们只是从我们身边的学校里边找了一些学生去测量 然后把它们的平均身高就当成全世界人的那个平均身高 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一个采样 当然我这边举的这个例子是比较极端 大家一眼就觉得这种采样是没有说服力的 但实际上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真正的要做到这种随机的采样 从而使得采样得到的结果能够充分的反映我们这个全体的一个特征 还是比较困难的 下面我就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这边要举的第一个例子是193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 当年是由罗斯福和兰登进行一个竞选 在那一年美国的文学文摘杂志总共发出并回收了高达230万份的人的民意调查 在通过这230万份调查之后呢 文学文摘杂志预测蓝登会在531份选票中获得370分并胜出 但实际上最后这位蓝登只在531份选票中得到了区区8份 那你能说这230万份的采样数量不够吗 很显然不是 所以这边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采样实际上是非常的偏致的 这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是后面的人分析的 是文学文摘他采访的那些人 首先他是通过电话来进行采访 而在当年能够通过电话来进行访问的人 就是属于整个人群中的一个中高端的人群 而他们并没有办法非常真实的反映出 其他的中层或者底层的人民的投票的欲望 所以说他才会使得他回收了一个230万份的调查问卷之后呢 依然做出了一个非常扯淡的一个预测 而同年呢有一个名叫乔治盖洛普的人 他仅仅通过选取了一个5万名的受访者 就非常正确地预测出了罗斯福会击败兰登 而且他也预测出了文学文摘的这种预测方法一定是会出错的 而从此一战成名 从1936年之后呢 美国人就开始意识到了 其实在这种民意调查啊 竞选预测啊等等情况下 怎样进行这个有效的采样 或者叫随机的真正有代表性的采样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并不是说意识到了这个重要性呢 我们就一定能把它做好 比如说以最近呢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为例 结果大家也已经知道了 而在真正结果公布之前呢 相信大家大概也都了解过 几乎所有的民调机构 也就是民意调查机构 都认为希拉里能够以非常大的优势战胜创 这边我列出来的呢 就是一个538这样一个公司 他给出的一个结果 他还不是这种单独的进行民意调查的公司 他是有一套非常强大的一个模型 综合了数百个民调机构的结果 综合得到的一个胜选的概率 所以说在他的这个结果里面 已经尽量的做到了一个不偏致的一个采样 把各个的民调结果通过他的一个模型 调整权重综合到一块 但是呢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依然是认为 川普的获胜概率仅仅是28% 而最后的结果呢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这边呢我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 采样要做到随机 对于我们最后的一个分析结果的 一个对全局的一个有效的代表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做不到一个随机的采样 那我们得到的基于这个样本 空间上的那种结果 就往往很难去反映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这点尤其得非常非常注意 在我们进行一个数据分析的时候 另外一点呢也是要提到的就是 即便我们再怎么注意 可能最后我们的分析 还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误差 因为这个采样 或许要做到完美的随机 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 在对我们的结果进行展示 或者推广的时候 我们也要心里意识到这种不确定性 好 接下来呢 我就来介绍一下 之前提到过的 在我们画图表中间 会涉及的这样子一条黑线 也就是叫误差 或者叫arrobar 实际上呢 arrobar也就是我刚提到的这种 在我们分析中得到的一个情况的 一个不确定性的某种表示 这边呢 我会介绍两个比较常见的 画这个arrobar的方式 一个呢 是利用数据样本中 各个样本个体的一个数据值的差距 画的一个叫标准差 另外一个是对一个总体的一个估计值 比如说总体平均值的一个置信区间 也就是说你在哪个范围内 是比较可能出现的一个估计 它采用的是一个叫做bootstrap的技术 bootstrap它不太好翻译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用英文了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标准差这个东西 标准差这个东西呢 就是指我们在样本空间里 样本的那个各个值之间的一个波动的情况 比如说我想看所有人的一个身高 然后我采样了100个人 然后我把这100人的身高 会算一个平均值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均值 然后我们会算一个标准差 所谓的标准差呢 就是拿到每一个人的一个身高 减掉那个平均值 然后开了个乘个平方 然后加在一块 然后除以一个总的人数 然后再开个根号 所以说它基本上表示 就是标准差越大 说明在这个样本空间里边 每两个值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查了100个人 所有的人的身高都是1米7 那它的标准差就是非常非常低 实际上就是个0 但也许我有另外一种情况 我查出来有人是1米5 有人是1米9 那我的标准差就会相对的大一些 另外呢 这边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在算总体标准差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直接除以这个总体的一个所有的人数 但是如果我们用在样本的时候 我们要除的不是所有的样本的数量 而是样本的数量减1 具体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些统计学的数 它会有一些证明 所谓的证明最后是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差的估计 实际上才能真正的是对一个总体标准差的一个 所谓的叫无偏的估计 也就是说这个样本标准差的期望 会等于这个总体的一个标准差 因为我们平时比达部分情况下 用到的都是一个样本空间 因为我们只会抽取一定的人来进行一个分析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基本上 绝大部分情况 我们会采用标准这个样本里面的标准差的一种计算的方式 这边呢 我再强调一下 标准差指的是我们样本空间里的一组数值 它们自这个样本空间总体的平均值分散开来的这种程度 所以说它是表达了样本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一种差距的大小 这边呢 我简单的用了一张图来解释一下标准差的一个物理的含义 实际上标准差的物理的含义 是说如果我们所有的数据点是符合真态分布的 真态分布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真态分布其实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出现的会比较多 比如说老师对于考试的成绩通常最后就会产生出一个类似真态分布的一个分布 也就是说低分的人比较少 大部分人可能都极端中间七八十分 但你比九十分以上的人又会比较少 在那么一个真态分布的情况下 我们要唯一的确定一个真态分布 我们只需要知道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这个真态分布的平均值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标准差是什么 可以看到在一个标准的真态分布里面 每一个标准差 加就是平均值 加一个标准差 减一个标准差 这样总的一个概率分布会达到百分之六十八 三十四加三十四会达到一个百分之六十八 然后在两个标准差以上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所以说基本上如果我们假定一个数据 它是符合真态分布的 我们往往会利用类似于 像百分之九十五的这种空间去设定 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的一个正常的数据点 就会在它的平均值加减两倍的标准差之内 那么标准差讲完之后呢 我们来谈一下bootstrap bootstrap呢实际上是一种 叫可重复采样的一种方式 所谓的叫可重复采样呢 就是说我们通常的采样可能说 比如说我要从一万个人里边抽一百个 我可能就是挑一百个不同的人 对吧 这边所谓的叫可重复采样 就是说我每次挑一个人出来 但下一次挑的时候 我把这个人放回去了 我还是有可能把它同一个人挑出来 然后bootstrap呢 它就是其中的一种 采用了可重复采样的一种方式 但它的一个特点呢 它叫重采样技术 就是说bootstrap它本身要去采样的 那部分点就已经是一个总体中呢 兼抽出来的一个样本空间 打个简单的比方 我们从所有的学生里面 抽了一百个学生出来 我们要去测量它的平均升高 那这一百个学生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本空间 而所谓的bootstrap呢 就是把这一百个学生 重新去进行一个重采样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种bootstrap是叫一个重采样技术 就是从总体中抽取出来的样本 再次进行一个采样 然后bootstrap的方式呢 用这张图大概可以看出来 就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样本空间 它包含了四个个体 然后所谓的bootstrap呢 就是这每一次每一行就是一次bootstrap bootstrap就是我看我重新从这四个点里面 进行了一次采样 我每一次是从这四个点里面选其中一个 然后选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把第一次选的是扔回去 所以我可能是选择重复的 比如说在第一个里面 我就把这个橙黄色的选了两次 第二个里面我把绿色的选了两次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每一行呢 就是一次的bootstrap的采样 注意的话 它的一个采样的数量 是和原先的这个样本空间的数量 是一样多的 然后呢 我后面会介绍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bootstrap 通常我们会重新采样 比如说一千次或者一万次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千个 或者一万个的这样子的 重采样的一个序列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重采样的 这些空间 去进行一个总体的 一个统计量的一个估计 这边呢 这个统计量就比如说是一个平均值 在之后呢 我们就会去具体讲 它怎么样去做这个估计 需要注意的是 这边的估计 并不仅仅是一个点估计 而是一个空间的估计 区间的一个估计 也就是说 我可以得到的一个估计 是我整体的这个平均值 应该在哪一个值和哪一个值之间的概率会比较大 而不仅仅是告诉你 我的平均值 大概就是这一个值 这边我就来 简单的解释一下 怎么样去用bootstrap 去计算那种统计量 比如说平均值的一个知情区间 这边我介绍的是 其中一个叫quantile的算法 实际上利用bootstrap 计算这个知情区间有好多算法 然后这个算法是比较直接 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是有一个四个 跟前面一样 有四个个体的一个样本空间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bootstrap重采样 假设我们重采样了1000次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1000个这样子四个个体的一个序列 我们对这四个个体进行一个求平均 假设比如说这原来是四个人 然后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把这个橙色的这个人计算两次 但是一样是算平均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共1000个的这种平均值 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1000个平均值排序 比如说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叫90%的一个知情区间 那么我们就会选择位于5%和95%这两个地方的两个平均值 作为这个区间的上下键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把平均值从1到1000排序 比如说1 然后从小到大的排序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5%的地方 我们就是1000乘以5% 我们就取第50个 就是50小的这一个位置的平均值 作为这个知情区间的一个下键 然后再取从小到大数第950个的这一个平均值 作为这个知情区间的一个上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一个总体虽然我们只有四个的一个样本 虽然我们只有四个人的这样子一个样本空间 但我们可以有一定的确信 在总体 也就是所有人 就是采样了这四个人的那个总体里面 这些人的平均升高的一个取值范围 应该是我们给出的这个5%和95%的这个平均值的一个区间以内的 好 也许大家还有点疑问 为什么我这样子通过bootstripe重新采样得到的这种数值 就可以作为一个总体的一个统计量 像平均值的这种知情区间的估计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这本书我也挺好读的 并不是特别的难 它中间的证明啊数学的式子 至少我读过 算我读过的偏数学的书里面相当好读的 它其中就有了非常多的这种证明 告诉了我们为什么通过这个看似很简单的这种bootstripe技术 我们得到的这种估计 就可以在理论上证明 它对于原先的这个总体中间的这种统计量的估计 是非常有借鉴的价值的 当然这本书里还介绍了其他计算一个知情区间的方法 因为针对不同的一些数据 有的时候可能用刚刚提到的这个quantile的这种算法并不是最合适的 这个时候也会有其他的两到三种选择 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 他们计算出来的值其实偏差不会太大 另外的话 它也会介绍bootstripe在其他的一些场景里面的应用 就不仅仅用它计算知情区间 也有利用它来计算方差等等的一些方式和应用 最后呢 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bootstripe和刚刚的标准差不一样 它首先它是一种重采样的技术 所以用它估计出来的这个值 是总体的统计量的一个知情区间 而不是说这个总体中每一个个体的值之间的一个偏差 好 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例子 来再重新解释一下标准差和bootstripe的知情区间之间的一个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通过CBone 我们要画一个标准差的一个arrowbar的话 我们需要设置的参数CI为一个SD 就是stand deviation 实际上是一个标准差的英文的一个字不转 然后如果我们要bootstripe来画这个知情区间的话 我们花出来的实际上需要把CI设置成90 或者设置成其他一个数字 它就表示我们要画一个多大范围的一个知情区间 90就90% 然后unboot是表示我们利用bootstripe重采样的一个次数 通常几千次应该也就足够了 然后呢在左边这张图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左边这张图显示的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每天的一个账单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数额 然后如果我们这条黑色的线 它画的是标准差 那它其实表示的范围是 在我这一天比如说星期天 它买的各个单独的账单的一个数额之间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它的变化程度比较大 虽然平均值是一个20 看这边是212的一个样子 然后也许有些账单很低 就有三四块钱 有些账单很高 有四十五十 那么这条黑线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它其实上你就可以认为 这条黑线表示了每个单个的一个账单 之间的一个差距 而如果我们用bootstrap 去得到的一个质型区间 实际上是对我们最后得到这个平均值的一个估计范围 简单说起来就是 我们账单每个单独的账单可能它偏差的非常大 但是我们因为已经获得了一些账单 我们得到了一个平均值的一个估计 而bootstrap的估计是对我们这个平均值的估计的一个确信的度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星期天 已经收到了一百份或者一千份的账单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直接算平均值 我们得到的值是这个 但是呢 我们得到的一百或一千个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账单 在未来我们也会拿到更多 对吧 所以未来这个平均值是有可能有波动的 那这个未来的平均值的波动 大概会在哪个范围内波动呢 这个bootstrap其实就是给出了一定这样的估计 比如说我们画的是90 那就说明它认为 在未来有更多的账单确实会进来 但是我认为 就我目前得到的知识而言 随着未来那个账单的进来 我这个星期天的账单的平均金额的这个波动 它是会在这个黑线的范围以内的 也就是说不管它往上还是往下 它有90%的概率 还是在我黑线的这个范围内的 这个就是bootstrap要告诉我们的 是一个平均值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和标准差非常大的区别 标准差是告诉我们 在这一天所有的账单的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差距 而bootstrap是一个平均值的一个波动 希望我的解释可以让大家相对清楚一些 这两个概念相对还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搞清楚 而不是一脸懵逼的 看着这个图上画出一个黑线 而不清楚它的具体的一个无理含义 总结一下这些课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概念呢 就是你们要了解什么是总体 什么是一个全体的需要研究的一个对象 而我们真实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进行研究的时候 往往只能抽取一定的样本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采样 而采样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尽量的需要做到一个随机 这样我们采样得到的个体 分析得到的结论 才能尽可能的反映原先全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最后呢 我给大家讲了 什么是标准差 什么是bootstrap算出来的知情区间 这两个概念在实践中呢 其实用的非常多 而且常常会用在一个图表上 画出一个像误差 Aerobar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清楚 从而才能一个比较准确的读懂这个图 究竟要表达一些怎样的含义 而对于我们自己究竟该画一些什么图 或者在图上我们究竟应该用哪一种Aerobar 也希望大家听过了这个课 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根据我们不同的一个应用场景 根据我们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我们能够正确的选择画这个误差 画这个Aerobar的一个准确的方式 我们可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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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